第三十二集 沈梦琪死死地掐着掌心 心中已经骂了叶婉婉无数遍蠢货了 面上露出委屈的表情 双眼通红地解释道 不是这样的 我是想着燕然这么喜欢送队长 而今天的比赛又这么重要 燕然会不会来篮球场 所以才过来碰碰运气的 叶婉婉听得叹为观止 对沈梦琪颠倒黑白自圆其说的功力 也是无体投底 江燕然说得不远 见沈梦琪满脸委屈难堪 一旁的宋子航瞬间保护欲爆棚 一想到宋家金时不同晚日 理气顿时也足了 当即愤怒地看向江燕然道 江燕然你闹够了吗 明明是你自己任性 让身边的人为你担心 现在还来怪孟琪 你以为所有的人的世界中心 都要绕着你这个千金大小姐转吗 绕着他转 这么些年 到底是谁绕着谁转呢 江燕然看着宋子航那副义正言辞 维护沈梦琪的嘴脸 心中满是悲凉 他一定是疯了 之前才会以为 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 这个男人多少还是在意他的 见江燕然死死咬着唇 也稳稳双眸微眯 看向宋子航悠悠地开口道 宋队长 你干嘛要骂燕然呢 他刚才不是在感谢孟琪关心她吗 就算你喜欢孟琪 也不能这么冤枉燕然吧 就算我是孟琪的好朋友 但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夜晚晚这话 成功带了一波节奏 众人刚才可是亲眼看到江燕然 从头到尾只说了一句话 全程都是沈梦琪这个戏精 自己带上窜下跳装可怜 而宋子航居然还真的莫名其妙地 就为了他骂起江燕然来 本来还以为是江燕然自己没用 被男人甩了呢 现在总算是知道为什么了 有些人也太会装了吧 偏偏夜晚晚说完 还故意地看向沈梦琪问她 梦琪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宋队长这话也太没道理了 此时此刻 沈梦琪已经快要被夜晚晚 给气吐血了 这个该死的蠢货 不会说话就给他闭嘴 今天句句给他惹事 骗他还完全没办法 跟这个蠢货讲道理 为了保持纯洁美好的形象 沈梦琪只能硬忍了下来 宋队长 你别怪燕然 一切都是我的错 宋子航本还要说话 但比赛已经开始 下面的教练已经在催了 沈梦琪 我先走了 去吧 你们加油 沈梦琪含羞待怯地说了一句 本来他对宋子航其实也是一般般 大部分因为他是姜嫣然喜欢的人 可是根据最近得到的消息 宋家倒确实是个不错的攀截对象 一定会的 我会把奖杯作为送给你的礼物 宋子航说完 意气风发地回到赛场上 周围所有看戏的也都回到了座位上 将注意力放到了赛场 叶婉婉和姜嫣然 在沈梦琪他们后一排 斜对面的空位上坐了下来 姜嫣然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一脸自嘲的低难 文伟 谢谢你 我突然发现 自己好没用 宝贝 你今天表现得已经很好了 你的无事 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蔑视 刚才如果正跟个怨妇一样 当场跟他们争论才跌分呢 黑人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 既然我敢让你来 就绝对不会让你受欺负的 听到叶婉婉一副 将她化归到了自己的领地保护的武器 姜嫣然心中一阵暖意 我也是第一次发现 你居然这么浮黑 沈梦琪被黑了都不知道呢 还真当叶婉婉是傻呢 多谢夸奖 快看 楚风 叶婉婉眼尖地看到了一个阳光俊朗的男生 从休息室走出来 只见男生穿了一身蓝白相间的篮球服 微微有些自来卷的深棕色的短发 额上绑着一条缎带 裸露出的肌肉线条 漂亮又不夸张 出色的相貌 在一群男生之中 看起来异常显眼 楚风 是楚风学长 楚风学长好帅哦 一年级的小学妹 已经按捺不住惊呼出声了 甚至有不少清和的女生也在尖叫 在锦绣篮球队里 楚风论打球技术并不出名 她打篮球完全就是玩票性质 但谁让人家颜值最高呢 不过 相比往常的点儿郎当 今天楚风的状态 却明显完全不同 只见男生目光凌厉 一脸严肃地走到队伍之中 异于平常的认真表情 正是惹得小姑娘们嗷嗷地叫 叶婉婉正想也夸一句 结果 转瞬就看到男生走得好好的 突然一个亮枪 差点当场摔倒 叶婉婉可以确定 楚风摔倒的一瞬间 朝着江燕燃的方向看了一眼 定力太差了小伙子 叶婉婉服额 这看一眼就差点摔倒了 你待会儿可怎么比赛啊 观众席上想起了一阵善意的哄笑 和 楚风学长加油啊 的呼声 帅哥连差点摔倒也是可爱的 江燕燃看着赛场上正在尴尬挠头的男生 神情有些正递 虽然已经决定试试 但其实 以他现在的状态 真的没法这么快就对另一个人投入一份感情 只是 看着男生尴尬窘迫的表情 他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排斥 江燕燃正朝着楚风的方向看着 莫名感觉有一道灼热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 目光一转 就正好对上了宋子航的目光 宋子航竟然在看自己 错觉吧 他刚才看的应该是沈孟琪 夜晚晚发现 江燕燃在看宋子航 立即提醒 看哪儿呢宝贝 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你的视线只可以落在楚风身上 一眼都不许再看宋子航 记住了 江燕燃最才缓过神来 点了点头 嗯 从夜晚晚他们的方向可以看到 宋子航的队友们正笑嘻嘻地围着宋子航 似乎是在打去的 一群男生时不时地朝着沈孟琪和江燕燃的方向看着 老大 艳福不浅呀 这么两个大美人跑来替你加油 还为了你争风吃醋啊 羡慕死了都 分我一个也够了呀 说真的 我第一次知道江大小姐竟然这么漂亮 身材也好爆了 我觉得比沈孟琪都不差 老大你真的不要重新考虑看看 嘿嘿嘿 老大 两个都收了算咯 哪个男生不喜欢得到美女的青睐 队友们的话显然充分地满足了他的寻人心 连带着看江燕燃都顺眼了不少 何况今天的江燕燃也确实非常令人惊艳 宋子航满脸的春风得意 好了 别跟这儿开玩笑 比赛马上开始 这次大家一定要赢 知道了吗 知道 正在动员队友的宋子航并没有注意到 对面锦绣的队伍里 一道视线火光四射地盯向了他 哨声响起 比赛正式开始 夜晚晚从包里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爆米花 可乐和炸鸡 一边吃一边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说起来 他选择日后往经纪人发展 而不是艺人 这口腹之欲也是很大的原因 要是让他天天节食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那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 也不知道锦园里的菜籽发芽了没有 长得怎么样了 还有他的小鸡小鱼小葡萄 夜晚晚不过一晃神的功夫 场上的比分已经是十一比零 清河十一分锦绣零分 什么情况 夜晚晚傻眼 江燕燃摇头 不知道 楚风今天的状态似乎不太好 夜晚晚急忙朝着楚风看去 果然看到对方今天频频失误 脚步都是虚浮的 跟喝醉了酒一样 刚才明明看他的气势还挺足的 当着喜欢女孩的面 不是应该抱起虐情敌才对吗 这家伙该不是亢奋得过头了吧 他的头好痛 还指望着他虐宋子行呢 酒不醉人人自罪 得得得 算我错了 燕燃 你别盯着他看了 听出夜晚晚话里的耶语 江燕燃有些懒然地移开了视线 然而 等江燕燃挪到视线之后 某人的状态更凌乱了 夜晚晚达的老远 都能听到锦绣教练 近乎崩溃的嘶吼声 我操了 咬个楚风 你个臭小子 你吃臭药了啊 打的什么狗屎 滚蛋 你给老子滚下来 老子跟你谈谈人生 下半截的两分钟休息时间 教练全都用来骂楚风了 男生垂头丧气地 搭了着脑袋 都不敢抬头 往看台上看一眼 最终下半截 也没能挽回锦绣的劣势 最终上半场的比赛 以23比6分结束 夜晚晚惨不忍睹地 闭上眼睛 接下来是中场休息15分钟 清禾的女生们 全都欢呼尖叫着 冲去赛场上 给队员们送水送毛巾 虚寒问暖去 而锦绣那边 便有些惨淡了 我去 锦绣搞什么 怎么打成这样 被清禾虐得 我都没眼看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吧 清禾篮球队的实力 本来就很强啊 那我们也不能输得 这么难看吧 楚风学长今天 到底是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不舒服个屁 她是魂都被掏空了 夜晚晚千算万算 也是没想到 某人的定力 居然差到了这种地步 再这么下去 她今天的计划 就全毁了 嗯 现在 也只能以毒攻毒了 夜晚晚双眸微眯 以毒攻毒 什么意思 江嫣然不解 夜晚晚无奈地 从包里掏出了 一瓶水和毛巾 栽给江嫣然 给那白痴送过去 啊 这行吗 江嫣然略有些为难 江嫣然也没想到 自己对楚风的影响这么大 心里难免有些愧疚 我现在 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 夜晚晚叹气 你要是走了 她更得帮 去送吧 她刚才让江嫣然 别看楚风了 结果那家伙的表情 瞬间跟被主人 抛弃的宠物一样 下半截 不仅自己没进分 还把别人的节奏 全给带歪了 江嫣然只好点点头 好吧 此刻 赛场上 锦绣的队长 搭着楚风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 做着她的心理工作 楚风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失恋了 你才失恋 你全家都失恋 楚风瞬间炸了 队长一脸无语 没失恋你今天魂不守舍的 没失恋你一副 刚刚被抛弃的怨妇脸 做什么 见对面的宋子航 被一群美女包围着 队长满脸的羡慕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宋子航的小子 怎么这么好命啊 一个是孟琪 又来一个江嫣然 全都是大美女 楚风 你抽抽人家 你真是白瞎了你这张脸 楚风这小子虽然长得帅 可是情感史几乎为零 别说恋爱了 连喜欢的女孩子都没有 她一度差点以为 她是不是喜欢男人吧 队长正吐槽着 却发现 楚风的表情 似乎是哪里不对劲 尤其是当看到江嫣然 朝着宋子航的方向 走过去的时候 楚风盯着宋子航的眼神 简直如同要杀人了 队长察觉她的状态不对劲 急忙地压住了她 我的祖宫哎 你又要做什么 表情这么吓人 是要闹哪样 刚才我就觉得 你看宋子航的眼神不对劲 他欠你钱啊 他成我媳妇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清河篮球队 宋队长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宣长好棒 加油加油 下半场继续虐得锦绣满地脚牙 子航 快点水吧 沈梦琪将手中的矿泉水滴了过去 宋子航被一群迷妹包围着 沈梦琪亲自给她递水送毛巾 甚至连对她的称呼 都从宋队长变成了子航 宋子航从未觉得 如此的得意畅快 她难得大胆地 当众拉住了沈梦琪的手 梦琪 等着我把奖杯捧到你的手上 如果今天我赢了 到时候你可不可以 答应她的追求 宋子航的话没说完 周围突然有人惊呼一声 朝着对面不远处看去 江燕然 江燕然也来了 哇塞 两女抢一男 有好戏看了 宋子航看见不远处的女孩 平平娇美的身影 双眸顿时一亮 其实 江燕然倒是也不错 家事备酒 甚至连相貌 其实都不输什么情 只是这性子太无趣 煮酒了 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和激情 不过 现在嘛 这时 清河篮球队的队员 无意不是朝着宋子航 投去羡慕不已的神情 随即 起着哄 朝着江燕然喊道 江大小姐 你又来给老大送水啊 今天还特意为了老大 打扮得这么漂亮 老大魅力就是大呀 江大小姐 也太小气了吧 怎么就带一瓶来 我们的大 平时江燕然 对篮球队太好了 贴了不知道多少钱进去 以至于这些人 把他的付出 都当成了理所当然 沈梦奇自然发现 宋子恒和江燕然的神情 不对劲 暗自咬了咬牙 面上却是一副 坦然大方的模样 走了过去 燕然 你来了 刚才就想叫你一起的 可是又怕你还在生我的气 快过来吧 大家都在等你呢 去吧 没有 全新的玉米 对 那边